大家好,我是牛超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极简生活之后 十个我还会买的东西 我们不是说衣食住行吗 四个方面 我们先从这个衣服开始说起 所以极简生活之后呢 我还会买的呢 就是舒服的衣服 熟悉我们牛超爱读的朋友 一定还记得 牛超原来买过各种各样 很不舒服的衣服 比如说 奇装衣服 还有一些甚至是奢侈品的衣服 其实非常非常难受 这些衣服 那你说我原来 为什么要买那些不舒服的衣服吗 为什么呢 其实说白了 深刻的检讨之后 就是几个字 爱面子 爱面子的衣服 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专栏作家 就是Marcos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除了赌博之外 人们爱面子的消费 算是一个巨大的 然后又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 浪费 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 其实仔细想想 就像这些 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只是为了自己个人面子的一个衣服的话 有多少钱真正花出去的是为了别人 又有多少钱是为了自己呢 经济生活之后呢 我买的衣服更多的就是在关注自己 我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一件衣服 你只有自己穿上了舒服 别人看着你才不会那么难受 经济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的呢 就是健康的食品 健康的食品 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澳洲这边的调查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这个调查是说 澳洲这边什么行业吃的最健康 哪些行业吃的最不健康 我们说说这个健康食品 从这个里边我们也能可以想一想什么是健康食品 他这个说最健康吃的最健康这个行业排行榜有这样几个职业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比如说像健身房的这些personal trainer 就个人教练他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型可能吃的比较健康 然后还有呢第二个人群呢就是医务人员 比如像医生啊护士啊还有营养师 他们都吃的相对比较健康 然后最让人觉得惊讶的最健康的人群是什么呢 退休人士 退休的人士他吃的是最健康的 从这个里边我们能大概了解一下啊 关于这个健康食品除了我们要关注健康之外 还有就是可能你得有时间 或者说你得有这个心来真正的准备食物 这样可能吃的才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极简生活之后呢我还会购买的就是健康的食品 第三个我还会购买的就是绿色植物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一和十下来说一个住 就跟我们的居住有关系的 就怎么样让居住能够更美好一点啊 我觉得绿色植物可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看到绿色植物的时候走进公园啊 大自然啊你的心情会比较惬意比较舒畅嘛 那怎么样让居家的环境更好一点呢 除了我们经常分享的比如说干净整洁之外 如果非要买点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买点绿色植物的话 会让我们的家里更惬意更舒服 比如说之前我买的一盆花啊 就是Peace Lily 就是百合花吧 它放在家里 它常年呢就是一个绿色植物 其实它不开花也挺漂亮的 然后我觉得绿色植物特别神奇的一点啊 就是你真的这个家庭非常和谐 非常开心的时候 它会开花 后来我们把这个家庭不是整理的比较干净舒服之后嘛 这个Peace Lily神奇的开花了 开了一个白色的百合花 非常漂亮 就是这个绿色植物 它不光是让家里更惬意更舒服 它好像还是一个家里的幸福指数的温度计 我不知道这个描述标不准啊 极简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的这个 可能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是公共交通的车票 公共交通的车票 我们说这个公共交通嘛 它除了就是说通勤的时候比较方便嘛 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趴车的问题嘛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啊 就做公共交通 可能会让你更加的体会到这个 你去了这个地方的感觉和这种气息 比如说大概是两个星期之前 我们家庭一起去了一下 就Morban这边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小镇 这一次呢 我们没开车 我们坐的是公共的这种电车 其实你说这个地方吧 我们家庭去了好多次 都是开车去了 风驰电车开过去 趴到那里 然后早半天找这个停车位啊 然后停在那里 好像对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啊 坐这个川普过去了 电车过去了 它过去的时候呢 非常的感觉不一样 我当时我在问我的家人 这还是Morban嘛 这还是我们去熟悉的那个海边小镇嘛 尤其是当时那是接近傍晚 刚好外边有这个夕阳 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开车看到夕阳 它照着你的眼睛 你是很难开车的嘛 但这个坐公共交通的时候 这个夕阳哇就是真的无限好 再加上刚好它这个窗户是打开的 隔了一两里都闻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味道啊 大大大海的这种味道 所以整个人特别的放松 有一点点这个海风微微的这个吹过 觉得特别的舒服 这不输于就是你花了很大的代价 跑了别的地方去旅游那种感觉 所以说公共交通车票 还是我会购买的东西 下一个啊 就集线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的这个东西 非常便宜非常简单 但我个人觉得很重要 就是日记本 日记本 你比如说牛超最经常使用的这种日记本呢 可能就是两澳币一本 它很简单 非常便宜 非常好 非常简单 它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外表 但我个人觉得它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写了大概有两年三年的这个成功日记啊 个人日记之后 我一个重要的体会 日记有一点像个人的这个历史书 我们不是经常说 以史为鉴 以历史为鉴 你可以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和宝贵的经验嘛 我觉得我们看一个有些时候个人的历史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这个日记本 你把自己的某一天重要的事情写下来 可能当天看上去非常琐碎 但你过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两年 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你个人独一无二的这种历史资料 比如说它可以指导你今年的穿衣服啊 今年的购物啊 甚至是今年的投资等等等等 我觉得很有必要 这个我还可以购买 节俭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的呢 是优良的资产 这优良的资产 这个很有意思啊 大家一听这个优良资产 可能跟投资理财有关系 没错 很早之前我就读过一本书 大家肯定都读过啊 就是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当时读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太过年轻 好像没有完全读懂一样啊 最起码我是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它的 要不然的话 生活之前不会那么悲催 所以呢 现在重新 有时间来重新在读一读里边 这些关键的点之后 觉得很棒 我觉得优质的资产 是我接下来还会买的东西 他这里面说这个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特别有意思 其实很简单 什么是资产呢 就是能帮你赚钱的东西 买来之后能帮你赚钱的东西 那什么是负债呢 就是买了之后花你钱的东西 我先说说这个常见的 牛超原来觉得是资产 但实际上是负债的东西 比如说我买车 或者说是我的家人 要有一些买包包之类的 以为他能增值 其实不然 他就是把钱包掏空的负债 车也是一样的 不管说他是有老虎 还是说还是各方面的花费 总之就是钱老虎 那你说什么是这个真正的 优良的资产呢 当然牛超不是理财顾问啊 我们这里只是说 谈一下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 供大家参考一下 什么是优良的资产呢 比如说这个富爸爸 穷爸爸这个书里面 他提到了 像一些伟大的公司的股票啊 因为他相当于能够帮你 创造一个被动的收入嘛 或者是一个能帮你赚钱的房地产呢 又或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一些知识产权呀 比如说你写了一本书 一首歌等等 这些知识产权 它都是真正的资产 所以这个呢 我还会购买的就是优良的资产 我希望我会这样做啊 这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当然了 就是说买这个优质的资产 不是说就那么容易 我就一下就捡了一块大金子 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对这个也没有那么大奢望 一生当中 人的一生当中啊 我觉得能买到最多七次啊 个人来讲啊 七次非常优良的资产 已经很了不起了 极简生活之后呢 我还会购买 就是那些满意的服务 我们生活当中 你不管你是极简生活 还是不是极简生活 你都离不开生活 各行各业提供给我们的服务 比如说水电煤啊 银行啊 甚至我们去的平时这些商店 哪些服务能让我们真正的满意呢 这个你得自己去感受 是吧 你比如说 我最近有一些 去的有一些商店啊 或者说有一些公司 我就觉得很不满意 好消息是 我们自己作为客户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有选择权 如果这家商店让我不满意 我们可以选择换一家商店 选择那些满意的商店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我用了很久的那家银行 我本来是他的忠实粉丝 非常喜欢他 觉得他的服务又亲切 然后还会说自己的当地的语言 这种 但现在呢 我觉得他的服务有变化 比如说我跟他打电话 需要等一个多小时 走进这个分行呢 态度特别特别的冷淡 让我想立刻扭头就走 如果要不是为了让我 把这个某些银行的业务做完的话 我不会硬着头皮在那撑 大概好久好久的时间 反正总之这个体验就很不好 就是因为这些 让我不是那么满意的服务 让我决定了 可能换银行 对吧 我们客户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可以选择满意的服务嘛 节俭生活之后啊 我还会购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经典的好书 牛超爱乐阅读嘛 爱乐阅读还是很大的一个兴趣爱好 经典的好书还是会买 你可以说我非常的古板啊 但我还是很喜欢纸质书 因为我喜欢那种纸质书的手感 尤其是经典的书 读了之后那种厚重的感觉 但我非常羡慕那些 可以读电子书 而不受干扰的朋友们 向你们学习 但我自己个人 目前还是读纸质书 比如说经典的好书呢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 修记 原来就觉得你说 你说修记谁没看过 对我也看过 电视剧我看过 但真正的这个修记的原著 我没看过 然后也没有好好读过 我这一次把它重新读了一下之后啊 觉得惊为天人 太棒了 我个人觉得 这种经典的好书 它绝对是一个文史则 三方面的一个大汇总 文学爱好者在里边读到了文学 历史爱好者可能在修记里边读到了明朝的一些事 哲学爱好者可能在里边读到了生活 比如说这本书当中 修记的第一回合当中的一首小诗就震撼了我 他讲的是这个顺空 当时还是美猴王 他不是漂洋过海去学手艺吗 学技术吗 他然后走到一个地方 穿街过市 看到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状态之后 他大发感慨 写了这首诗 你听听啊 我说说你听听 有没有意思 值不值得好好品味 孙悟空说 在修记当中说 真名夺利几时修 早起磁眠不自由 骑着驴螺施骏马 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一时担劳碌 何怕阎君就取勾 既指殷孙屠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有点意思吧 这就是牛超为什么 极简生活之后 还会读经典的好书的理由 极简生活之后啊 我还会购买的就是音乐会的门票 说起这个音乐会啊 牛超原来觉得非常的高大上 好像你必须得西装革履 穿得漂漂亮亮 才好意思走进去一样 所以呢 当我预定了自己的 一场音乐会的门票之后 我还刻意打电话 问了一下dressing code 需不需要穿得很注意 没想到Morban这边呢 非常的随意 是说你只要不穿拖鞋和短裤 你就可以来 所以呢 牛超是穿着T恤 去听的音乐会 感觉还不错 我跟大家聊一聊 描述一下这个音乐会的这个 感觉啊 你听一听 值不值得去看 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巴赫的宇宙 它一开场的时候呢 全场是黑的 没有一点点的光 然后呢 一道光从上面打下来 一声小提琴的长音 划破了整个的这个激进 和这个黑暗 哇 直接就是特别特别亮眼 有一种那种音乐滑破了 宇宙最初的那种混沌的感觉 然后这是最开始 然后随着这个灯光的飘移呢 它有四位 小提琴手啊 还有这个大提琴手 演奏了分别 演奏了巴赫的四首不一样的经典的曲目 整个让人都耳目一新 它也有一点像这个戏剧当中 介绍主要人物的感觉啊 先介绍了一下这主要演员 然后随后拉开了这个大幕 他先演了一首小力琴协奏曲 然后这个人不是特别多嘛 就主要的就是一个主角 然后随后呢 他的人数逐渐逐渐增多 演了一个三个小力琴手的 最后演了一个小的这个交响乐的感觉 它就有一点像 应了这个题目巴赫的宇宙 从宇宙的诞生 到慢慢的人类的繁衍 然后变得特别的光明 特别的美好 然后它里边的这个灯光啊 特别特别棒 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呢 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那种抒情的乐章 它用的是蓝色的这个灯光 然后特别温暖的乐章呢 它用的黄色的乐章 最后的那个热情的快板 它用的是红色的这个灯光 整个的特别特别棒 它让你完全融入到 这种巴赫的宇宙 这种音乐的感觉当中 尤其是这个首期的这个小力琴家 它特别的青春 特别的阳光 然后一直带着这个微笑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它是非常享受 这个音乐会的感觉 特别特别美好 最开始啊 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听这个巴赫的音乐的时候 我们觉得非常工整 非常的有规律 然后甚至是很有信仰这种感觉 那你真正的去现场听了之后 我觉得 哇 这一个巴赫的宇宙的这场音乐会 好青春 好阳光 整个的这个巴赫 好快乐的感觉 所以像这种音乐会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音乐会都值得去看啊 这个还是要慎重挑选的 比如说我就中招过好几次 比如说有一个打着某某小提琴大师的弟子的旗号的 变角的小提琴家 让我非常的失望 还有一位呢 他说是自己是这个小提琴巨星啊 实际上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摇滚巨星的这种演出 都让我很失望 所以说那种很好的音乐会 还是极简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的东西 极简生活之后 我还会购买了一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可能算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教育 教育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值得购买的东西啊 打引号的东西 比如说我当时听过一个很平 很平常的一句话 但这句话还是很打动我 就当时我在问过一个同学的家长 我说这最近这个学费为什么这么贵呢 但这个家长呢 他也没有说贵也没有说不贵啊 他只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 嗯是 但我觉得投资小孩的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投资 我非常同意这句话 因为你把就怎么说 十年种树百年育人 一个教育的投资 他可以给你收获的 不仅仅是那些你看得见的东西 更多的是一些无形的资产 你得到的快乐 是看得见的东西 是无法match的 无法和它相吻合的 所以教育还是极简生活之后 我愿意的一个花费 其实熟悉我们牛超还有一个朋友 一定知道牛超原来 大概几年前也拍过 十个我还会购买的东西 但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list 之后发现啊 当时的这个十个东西和现在的十个东西 有很大的区别 这说明人他的这个价值观 还有就是消费的一些观点啊 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十个 我还会购买的东西呢 算是牛超最对于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体会和总结 说出来啊 是供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您有机会呢 也可以写一写 你简单生活或极简生活之后 还会购买的这十个东西 我觉得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推荐大家来做这件事 OK 牛超爱阅读生活极右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